美国欧洲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 部署在英国费尔夫德皇家空军基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机B-52H在黑海水域上空进行训练 消息还指出 在12小时的飞行时间 这两架轰炸机与格鲁吉亚 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军队进行了协同训练 有观点认为 这次飞行训练是美军轰炸机针对俄罗斯展开的又一次威慑飞行行动 美军轰炸机的动向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 俄罗斯国防部10月23日称 日前一架俄罗斯战斗机半飞了一架在黑海靠近俄边境的美国B-25H轰炸机 俄军方称 事件发生在10月19日 起初这架B-25H轰炸机被俄罗斯监控设备发现并跟踪 它飞进俄罗斯边境时 遇到一架上前拦截的苏-27战斗机 这架苏-27全程沿俄边境水域 与它保持大约70公里距离搬飞 苏-27完成任务后 返回克里米亚基地机场